Hello 大家好 引领月Johnson 今天是2023年6月19日 今天想简单跟大家讲讲 关于公务局和非法坝地的问题 事愿審计处和廉政公署 连续两周五都发出了相关的报告 廉署上周五就发出了2022年度的工作报告 当中是一份调查关于非法坝地的问题 对上一条片都说了非法坝地的问题 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之前特区政府有一个联合收地行动 收了在金刚大道一幅9万4千平方米土地 当时我拍了一条片会质疑 为何坝地的问题迟迟都没有什么很大的进展 而更加令人奇怪的是 在金刚大道光天化日黄金地段 竟然有9万4千平方米的土地被人坝了 而这幅是新的土地 并非是传统那些很格涉 或者是很古灵精怪的土地 特区政府其实近几年 不停地收回很多非法坝地 到底有多少地 是成功找到责任人 是票控得到 甚至是罚款的呢? 特区政府就没有回应了 有偶的就是 竟然廉政公署是有查到相关的问题 而且还有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是做了的 不过他任务公开 他就在2022年度的工作报告里面 透露的东西并不多 看看他怎样说 叫《关于非法占用各有土地的全面调查》 廉政公署在报告里面说 廉政公署接触多钟 关注前土地公务运输局 下称前公务局 处理非法占用各有土地问题 不力的投诉 廉政公署将分别开立的投诉个案 合并后 以全面调查方式展开更准 经调查后 廉政公署发现 前公务局 有为数不少非法占用土地个案 常年都位处于调查和资料搜集阶段 有关部门往往进行首次现场磋查等措施之后 程序就停滞不前了 多年来都似乎没有采取进一步 回收有关土地的实质性行动 虽然前公务局 有将非法占用各有土地个案 列作优先处理的类别 如果那些个案牵涉到 那块地要用作兴建公共设施 开闭道路或公共房屋等公众利益 又或者存在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 或者对公众安全构成隐患等等 局方就会加快处理 不过整体而言 这种情况都是例外的 非法占用土地个案被促之高角的情况 更加是常态的现象 廉政公署也有兜一兜 每一桩非法占用土地个案 都有其特殊支柱 在处理上是有困难 可能因为地处偏远 可能特区政府上未有具体规划 可能有人居住或者营运业务 可能存在边界及权属争议 也可能因为开展 勒令拆遷程序 牵涉到司法程序等等 加上前公务局监测处的职权范围 不仅限于处理非法占用土地个案 还有违法工程 还有建筑计划审批 地盘作业监督等等 个案的复杂性和人受紧缺的现况 的确是造成有关程序滞后的最主要原因 不过考虑长期处于停顿状态的 非法占用国有土地个案实非少数 而且澳门土地资源规乏 不应任由国有土地长期被不具正当性的人占用 廉政公署在完成必要的调查措施之后 会全面梳理公务部门对有关行政程序的进度 透过公衔向权限机关统一反映了意见 并将事件列入回头看清单 以便适时再度審查有关个案的最新处理情况 看完这份报告之后 跟我当初的摄像也相当接近 真的很多个案是没有处理的 可能派人第一次看了 之后就没之后了 很多个案都是继续促之高割 更加令人白色不得其解的就是 既然大家都这么关注非法霸地这个情况 廉署也作出了全面的调查 我觉得廉署应该要将这份调查报告公开 或者部分最主要的内容公开 让社会知道到底公务局处理这些非法霸地 是多么慢的程序 值得想知道的就是 正如我上一条片所说 有没有人需要负责任呢? 我们收了多少罚款而收到的呢? 收不到罚款的又占多少呢? 什么原因收不到罚款呢? 这些情况都是要跟进的 有没有人当中出狡猾 即是有非法行为存在呢? 除了罚款之外 有没有相关的刑事个案等等 有没有政府官员 要为此负上责任等等 提出一大堆的疑问 所以希望廉正公署 将他们那份全面的调查报告公开 或者是一些最主要的内容 部分公开 让公众知道问题所在 土地就能生黄金 土地的问题 过去一直困扰着澳门 除了因为澳门土地有限 限制了澳门的剩下发展之外 土地亦是澳门官场贪污的犯罪温床 由前运输公务司欧文龙 到前两个公务局局长 都是因为土地相关的问题 或者公共工程的问题 而伸陷零月的 廉正公署的年度工作报告里面 亦揭示了另一宗案件 亦有与土地相关 亦是涉贪的 这次就不是说公务局了 是说地植局 那份报告是怎么说的呢? 地植局一名职员涉嫌 至少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之下 非法查阅他人的土地及物业登记资料 藉此掌握物业资料 以便进行土地买卖中介业蒙 以及满足其个人的目的 调查发现 这名地植局职员涉嫌 以亲友的名言开设企业 以隐瞒公务员的身份 利用该企业进行土地买卖中介 以及装修工程业务 此外涉嫌隐瞒身份 私下经营咖啡室 调查亦发现 该名公务员涉嫌 联同一名任职于市政署人员 真是大有大探 细有细探 当然 在联署工作报告里面 所披露的信息并不多 到底这个地植局的职员 它的级数有多高 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还是一个领导主管 还是一些其他的崗位 大家都不知道 相信 都是要等到开庭的时候 才有更多的资料 公众可以知道 但是从这些个案可以看到 联正公署的年度工作报告 也有特别说到这件事 公务员去看这些资料 利用这些资料去满足个人的目的 或者帮助其他人去牟利等等的东西 其实是有增加的趋势 也都说明了 资讯是值钱的 掌握土地资讯 其实都已经可以用来尋租 用来逃利的了 其实这些过去在澳门来说 都是屡见不鲜的了 事实上 澳门有很多旧屋 特别在旧区里面有很多旧屋 很多年都处于 闲置的状态 荒废的状态 很多年都没有人理 到底这家屋 或者这块土地的属性如何呢 局外人真是不得而知 只要掌握了相关的资讯 确是有上下其手的可能性 而说起澳门土地的争议 或者案件 当中最典型 最经典 最震撼的 近年 肯定是毁于 洪街市后面 桃花江事件 当年桃花江事件 是闹得沸沸揚揚 直至到终审法院 才有最终的结果 但时至今时今日 仍然有很多迷糰未解 到今日 都会有很多人質疑 为何桃花江这块土地 过去几十年都由政府去管理 无论是以前市政厅 到民政总署等等 一直在管理这块地方 向当地的小贩发牌照等等 为何对人之间 会有人通过和平佔有的方式 通过法律的手段 将这幅土地据为己有 而整个政府蒙在鼓里 最后就将这块土地 双手奉送 政府在这件事上 又做了什么事 做了什么角色 有什么责任 到今时今日 依然未有答案 关于土地的问题 我记得当年我做记者的时候 在立法会也追问过 加利安到底澳门 是有多少幅土地 被人非法霸占了的 他说说不出 有多少幅土地 已经过了的使用期 又或者是要收回的 等等的问题 他说说不出 他不掌握这些数据 他不掌握这些资料 但是他的局是什么局 是土地公务运输局 当年还是 土地的问题 管理的问题 是属于公务局 规划的问题 亦都是属于公务局 他竟然说不知 有土地相关的资料 分布等等 地籍局 事实上是他职权范围 亦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设计 一个局的规模不大的地籍局 只是负责统计 还要做一些地籍的事情 利用的东西又不关他事 真正使用的 规划的是公务局 为什么又要分开两个部门呢 所以我一直都建议 将公务局和地籍局 不如合并在一起 资讯由你掌握 规划也是你 批土地也是你 这样才是一条路 会增加很多行政的效率 不过也不会说 两个局都要出现问题 到底怎么办呢 当然这是一个另外的问题 但站在公共行政的角度来说 类似职能的事情 分两个局去做 我觉得其实是 免得失事 而且是家床叠屋 应该将它两个 加在一起 我觉得会增加一些行政效率 坦白地说 经过社会多番的压力 多番的施压 地籍局的资讯透明 确实比以往高了很多 大家对土地的问题 想查一下土地的属性 或者上面有什么建筑 关于土地的情况 真的可以在地籍局的网页上 基本上都可以查到 只要那幅土地正常的情况之下 在地籍局的网页 应该可以查到很多东西 不过非法霸地等等 我相信现在都未查到 因为公务局都未收 现在土地的透明度 确实比十年前 或者比几年前 是有所进步 你说是否很理想 是否真的很公开 任何东西都查到 当然就不是 阳光是最好的杀棍劑 你土地或者相关的资讯 越公开透明 任何人都查到 中间出困惑的机会 就会少很多 如果不是 什么都查不到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要 那些官员去透露 一些透明度都没有 这个肯定会成为 一个罪案的温床 所以就希望 特区政府 不断要把土地相关的资讯 透明化 让人人都可以 上网查到 很方便 增加公众的监督 永远都是最好的 我们更加需要的 就是一套制度 一套监督的制度 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 土地资料公开监管制度 继续是一个土地利用的制度 即是城市规划 遗陷地 现在进行得比较慢 总体的规划已经出了 但是分区的详细规划 其实是长路漫漫的 希望特区政府 要吸收这些土地弊案 好好地加强法制建设 当然还有 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加强 告官问责 为什么? 我们的弊案 似乎出击都有 好像不得断尾 就算是一名职员 都可以上网查电脑 在局的资料库里 找到的资料 资料都有价 審计署在上周五 亦发布了两份 行工两直式的审计报告 当中有一份 就是内港北雨水泵站 咸商渠工程的建设 揭示了很多问题 报告指出 内港北站的造价预益 实际上只能够应付 十年一月降与强度的标准 前民处事前并未咨询 有法定职权 为牌楼标准把关的公务局的意见 或专门研究 只按照法规的最低标准而行 便选择了十年一月的标准 另一方面 公务局在2012年和2017年 透过两份研究报告 知识内港区应该采用 二十年一月降与强度的牌楼标准 但局方不但没有告知市署 審批内港北站施工计划 更加没有对工程指采用 十年一月的牌楼标准提出意见 審计署批评 公务局和市政处 即前民处 两个部门各自为政 粗疏大意 导致内港北站的牌楼标准不足 審计署和廉署已经不是第一次出报告去批评 甚至揭出一些公务局内部的问题 行政的问题 一些贪腐的问题 过去都说了很多 而公务局有很多事情 虽然未去到违法 但是在公共行政来说 他们肯定是一个积极不合作的表表者 他们和民署之间 过去有些工程 两个合作都闹得不愉快 好似《坎仔中央公园》 亦都出了那份审计报告 当中亦都揭出了公务局 和当时的民署之间 有些不咬然的地方 亦都浪费了很多的工筒和时间 另外公务局和前民建办 即轻轨 亦都有很多不咬然的地方 不合作的地方 另外青州方大厦 那些防火杂的问题 其实公务局真的 在公共行政来说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 很多东西都握在公务局 但是他们真的和其他部门 是积极不合作的 他们似乎真的拒绝进步 积极不合作 到底这些是什么问题呢 特首又换了 三个前后 司长也换了 也换了三个 局长也换了 但是 为什么公务局 依然是故我的呢 人换了 但是他们整个局的文化 都似乎真的积极不合作 什么原因肯定是上层统筹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不治下这个局的呢 就是和白师不得其间 什么批评等等 过去都说了很多 这也不需要重复 針对秩序的问题 我在《信报》也有写 简单地说一说 澳门其实特别是内港或者低华地区 过去这几十年 一直都是受水浸这个问题所困扰的 特区政府一直都采取拖字决 小收小报等等 那么多年来的成绩效果都不理想 其中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 权责太过分散了 分得太散 又习又乱 加上各召为政 各司各法 所以就令到秩序的问题 一直都不理想 现在治水 就是治理水浸 分开了几个部门的 公务局 海市及水务局 公建局 还有市政处 最主力就是这四个部门 各自有不同的职能 各自有不同的范畴 都不知道怎么会追责 因为各个部门都似乎 碰不碰 但是找不到一个最主宅的部门 本来呢 分散了不同部门都好 都可以做到一个协调 做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监督 就是要司长、特首等等 但是似乎看下去 这么多届政府都做不好的话 不如真是把心一横 把治水整个工作 归正到一个部门去负责 到时就不需要 跨部门协作 各自为政等等 粗疏大意 什么都不需要你 一个部门就搞定了 效果可能会好些 既增加行政效率 亦都加强问责 因为权责不再分散 权责集中在一个部门 就是要你搞定 搞不定的就是你的问题 公众亦都很监督 亦都很落实问责 如果特局政府想问责 要问责的话 留在说的是 其实罗斯今天也有回应到 几个问题 就是两份报告的问题 论调其实也是过去的 例如他回应联署工作报告 罗斯就说 对已完成做得不足的工作 运输公务范畴会恒常性优化 又说人一定有错 多次表示 不是这次都拿了100分 我回应 相信大家都听到很多次了 包括 这个工程这么大 当然会有少少问题 我们人手有限 我们已经尽力了 没可能做到100% 公众要给点耐性 要给点时间 要包容 讲来讲去 都是这些 公众都觉得它是 A薄即是4日薄 至于马国交通枢楼 暴雨后 导致出现滴水和积水的情况 罗斯就说 他星期六 也有亲身到过现场 他承认工程是有问题 但不是 是很大的问题 现在又处理中 还说 不要少少东西就弄得很大件事 他还认为 如此大的工程 暴雨之下 难以确保滴水不准 他又说 自己屋都是入水 我相信大家都不相信 通过以上的几宗新闻 都希望阿罗斯也好 整个特区政府也好 真的要通定是通 马国交通书楼 都不是大规模使用 问题已经层出不窮了 下大雨又漏水 汽水又去不了 路又是一行大型巴士 那怎么办呢 证明整体的工程 可能是一些设计问题 可能是一些质量问题 可能是一些监管问题 但是公共建设范畴 你真的收了职 你真的有监管 你真的有监管 请监管公司 为什么都是问题 层出不窮呢 没有人会觉得 这么大的工程 一定是完美无下 各样东西都搞定 问题就是 很多公共工程 都出现这些问题 无日无之 困扰着整个社会 一天都为了这些公共工程 一天都在这扭来扭去 我经常都说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相关的官员 真的当那些公帑是公帑的话 如果那些官员自己家装修 自己去买楼 会不会容许那栋楼出现这么多瑕疵 出现这么多漏洞 这么多问题呢 如果自己家装修 会不会容许装修工程 垃垃乱的呢 我相信不会了 为什么他们自己家装修工程 又不会 买新屋也不会 但是公共工程又行 我们都知道 没有东西是百分百 但是 似乎澳门的公共工程 近十年八年以来 问题真的层出不穷 胡搬又脱砖 买个交通书楼也是这样 轻轨也是这样 其他的问题都不说了 希望特区政府 阿罗斯也好 其他人都好 冻定思痛 不想这么多事情烦自己 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 各司其职 我相信问题都不至于这样 问题现在不是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公共工程 除了我们 起的时候 是要用钱之外 亿生的全部都 我们营运的时候 那个费用也是相当之高 如果是用得其所 这些投资是值的 对整体社会的发展 居民的生活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好的 但是 如果你的公共工程 起来 问题多多的话 其实真的拖整体澳门社会 发展的后腿 说来说去都是那三幅匹的 好了 今天就简单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赞我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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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